上回说到,追陆迷宫底层的猪子在逃离地龙的魔爪之后 看到了不同于一层迷宫的庞大空间 而在这个空间的魔物更是强的离谱 不过眼前的危机却并不是这些无发匹立的强大魔物 而是源源不断,不思不休的猴子 刚解决完第一波进攻的猪子 看着眼下三头巨猿便无比苦恼起来 虽然先锋部队数量庞大 不过巨猿才是真正的威胁 先是利用上一轮使用过的战术 编持蜘蛛网阻挖灰猴子的前行 紧接着 他们皇后生来 只见底下的巨猿便抬起一块比自身还要庞大的石块 用力一甩直接宠着蜘蛛子脸上飞来 说到的大人不大力不会有委托天的蜘蛛子 还是堪堪的躲过这次撞击 只不过落脚点需要重新编制了 毕竟如果没有这个天然的优势 是完全无法战胜眼前这数量庞大的猴群 而底下的巨猿仿佛已经试探完蜘蛛子一般 终于发起了进攻 一个助跑众生一跃 只见近白云迷的距离一瞬间就到达了眼前 不过空中的巨猿是无法进行过多的动作 一个失控便直接缠绕着对方 接着一记毒合成 立马解决掉眼前这第一头巨猿 只不过巨猿可不止一头 一个不留神第二头巨猿 一经硬仓在猴群之中 从着蜘蛛子攀爬过来 不过有四线的主掌使得第二只巨猿 暂时被困在眼前 但只是短暂的思考 巨猿便直接踏着同伴的偷露 一个飞跃 便向蜘蛛子从此过来 不过依旧在空中无法过多移动 受到极大限制 一个失控便直接把对方射在墙上 那马就是剩下最后一头 还会等蜘蛛子做出过多的反应之间 最后一只巨猿直接从天而降 原来这三只巨猿的攻击都是计划好的 三只巨猿三种不同攻击方式 环环相扣而近代支持的攻击 使得蜘蛛子 哪怕速度再快 也无法完全躲避只听咔嚓一声 半片的肢体被眼前的巨猿撕裂而去 而巨猿也被蛛子设下的猪王陷阱缠绕住了 受到如此重创时的意识也开始模糊了起来 不过用尽最后一丝气力的蛛子 依旧是先利用蛛丝固定好了自己的体位 然后再利用多声让这只猴子吃了个狗 缓缓地向地面坠落下去 可谓是物极必反或无相逸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蛛子的等级竟然再度提升 而眼前的巨猿也只剩下一只被捨在墙上的 于是结果便无需多说 一只接着一只的猴子慢慢地死在了猪猿的毒牙之下 这回终于是解决了这次危机 同时登机达到的是进入进化条件 不过这极度危险的地带可不能急着进化 先找一处安全的地方再说 想通了的猪猿便毫不犹豫地缓缓向一处上坡走去 那到迷宫中城的猪猿 我们没想到这里竟然是一处岩浆地带 这对于他来说可谓是非常难说 毕竟蜘蛛丝最怕的就是高温火焰 不过眼下的事情还是先进化再说 先是找到一处安全地带 然后一番纠结后还是选择了更为高级的小型特毒蜘蛛 紧接着进化完毕的蜘蛛丝出现了 感觉变五倍了是我的错觉吧 不据的这些进化之后的蜘蛛丝 鉴定上也跟着得到了提升 并且这回的信息更加全面以及丰富 而此时还有200点技能点可攻提升 先是席的探知紧接着再点傲慢 不过这些都是需要成长的技能 所以暂时还无法排上太大的用场 而学完这些之后的蜘蛛丝便陷入了沉思 毕竟这些技能实在是太过于复杂 不过这可是迷宫的二层岩浆地带 是毫无防备的行为 可是会 刚清醒过来 眼前这种旁倒闭的高级地龙 便出现在蜘蛛丝眼前 什么都不说就一个子溜 只见眼前的地龙不断的喷发出致命的火焰 而拥有回头天的蜘蛛丝 哪怕速度再快也无法完全躲避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回头天得到了提升 速度抖篮再震 一下子便躲过了地龙最后的追击 而逃过这一节的蜘蛛丝 速度更为敏捷 有了这个优势 接下来的事情便简单了许多 先是利用预知 以及移动速度极快的特点 不断的引诱地界地龙将其诱杀 紧接着在狩猎中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实力 其中还狩猎过类似于鳗鱼的蜘蛛丝 味道极为美味 可谓是穿越后第一次吃到的像样的食物 这也使得蜘蛛丝更加卖力 特别是在越界挑战完中阶地龙后 瞬间达到了进化条件 并且这回终于出现了超强的进化种族 死亡之连 这可是质一般的飞跃 进化完成的死亡之连绝对是强的离谱 而此时坦之延伸出来的并列思考 更是让蜘蛛丝生成了两个自我 一个负责行报 一个负责战斗 就这样二话不说 便飞奔向低阶和中阶地龙 而蜘蛛丝的提升还远不止如此 进化之后的一百点技能点 可还捏在手上 果断对眼睛进行了撑墙 八颗眼眸八项不同的能力 哪怕登机之二一 威力也不容小事 不过总所谓无极必反 上面也说过 获得极大提升的蜘蛛丝 各项能力如同开挂一般飞升 甚至于并列思考都衍生出第二位 专门负责魔法的自我之时 高阶地龙艾罗格内索卡 出现在了眼前 这位名为同帅者的地龙 就如同感受到蜘蛛丝的威胁一般 立马操纵的其余的地龙 便向其飞奔而去 乌鲁克州的珠子 只得停留在岩浆的石块之上 四面楚歌 无处可躲 不过诸别三人 仍然刮目相看 这会的珠子 真的是强盗 可以正面与这些 曾经只能仰望的生物 进行交锋 几个来回便使用猛毒魔法 把所有的低阶地龙击倒在地 不过真正的威胁 并不是这些低阶地龙 而是他自明为同帅者的高阶地龙 近在之时的龙溪 是否会击中珠子 而往后的故事又会如何 就当我们在下期视频 不见个腿了 好吧 其实漫画大概就更新到这一遍 然后后期的剧情 也开始有点乏力 其实数据我对这部 情感漫画还是抱有不小的 期待不过终究还是爽闻 特别是后期的内容 实在是有点魔幻 当然这是是我个人的喜好和见解 喜欢的观众也当然 还是去补一补原作 毕竟漫画更新速度实在太慢了 然后就是往后会做一些 相对来说比较优秀 并且更有乐点一点的作品 比如说一人之下 一全超人 或者说短片类型的千万黑泽 之类之类的 如果你没有想推荐的 也可以在评论楼 或者是弹幕上和数据我说一下 然后这一期说实话 真的特别的水 大家随便点一下收藏就行了 不过仅此一次 往后关于漫画解说这个系列 会尽自己的所能做到最好 也希望观众老爷们能够喜欢 好了到这里 这期视频就先结束了 这里是漫画库 我们下期再见